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证事务 由法院或民间之公证人办理之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应设公证处 必要时并得于管辖区域内是当处所设公证分处 民间之公证人应于所属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辖区域内 司法院指定之地设事务所 第二条 公证人因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之请求 就法律行为及其他关于私权之事实 有作成公证书或对于私文书予以认证之权限 公证人对于下列文书 亦得因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之请求予以认证 一 涉及私权四十支公文书原本或正本 经表明细持网境外使用者 二 公 私文书之善本或影本 第三条 前条之请求 得以言辞或书面为之 公证或认证请求书 应由请求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其以言辞请求者 由公证人 左理员或助理人做成笔录并签名后 由请求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前项请求书或笔录 准用非诵事件法关于生请书状或笔录之规定 第四条 公证或认证之请求 得由代理人为之 第五条 第五条 公证书 第五条 公证文书应以中国文字做成之 但经当事人请求时 得以外国文字做成 前项文书以中国文字做成者 必要时得负记外国文字或负义本 以外国文字做成公证文书或旧文书之翻译 以本为认证之公证人 已经司法院核定通晓各 该外国语文者违宪 第六条 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 处法律另有规定外 得向任何地区之公证人 请求做成公证书或认证文书 第七条 公证人应以所属之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之管辖区域 未执行职务之区域 但有急迫情形或依事件之性 只有治管辖区域外执行职务之必要者 不在此线 违反前项规定所作成之公 认证文书 效力不受影响 第八条 办理公正事务 应与法院公正处或民兼之公证人 事务所为之 但法令另有规定或因事件之性职 在法院公正处或民兼之公证人 事务所执行职务不是当或有其他必要情形者 不在此线 办理公正事务之时间 依一般法令之规定 但必要时 得于法令所定时间外为之 第九条 公正人为职务上千名时 应记载其职称及所属之法院 民间之公正人并应记载其事务所所在地 第十条 公正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得执行其职务 一 为请求人或就请求事项有利害关系者之配偶 前配偶 未婚配偶 四亲等内之亲属或同居之家长 其亲属或家长 家属关系终止后 一同 三 为请求人或其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者 四 就请求事项现为或成为代理人或辅佐人者 第十一条 公正人做成之文书 非具备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之要件 不生公正效力 公正人违反本法不得执行职务之规定所作成之文书 亦不生公正效力 第十二条 公正人办理公正事务 于必要时 得向有关机关 团体或个人查询 并得请求其协助 前项情形 亦得商请外国机关 团体或个人为之 第十三条 当事人请求公正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为做成之公证书 宰明应竟受强制执行者 得依该证书执行之 一 以己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之一定数量为标的者 二 以己付特定之动产为标的者 三 租用或借用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 定有其限并应于其限界满时交还者 四 租用或借用土地 约定非公耕作或建筑为目的 而于其限界满时应交还土地者 前项公正书 除当事人外 对于公正书做成后 就该法律行为 为当事人之计受人 即为当事人或其计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 亦有效力 债务人 既受人或占有人 主张第一项之公正书有不得强制执行之事 由提起诉讼时 受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 命停止执行 诞生请人陈明愿工担保者 法院应定相当之担保额 命停止执行 第十四条 公正人 左理员及助理人 处法律令有规定外 对于经办事件 应手秘密 第十五条 公正人非有正当理由 不得拒绝请求人之请求 公正人拒绝请求时 得以言辞或书面为之 但请求人要求说明其理由者 应付与理由书 第十六条 请求人或利害关系人 认为公正人办理公正事物 有违法或不当者 得提出异议 公正人如认异议为有理由时 应于三日内为适当之处置 如认为无理由时 应付据意见书 于三日内送交所属之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法院应于五日内裁定之 第十七条 法院任意意为有理由时 应以裁定命公正人为事当之处置 任意意为无理由时 应驳回之 前项裁定 应付据意见书 并送达于公正人 异议人及已知之其他利害关系人 对于第一项之裁定 得于十日内抗告 但不得再抗告 抗告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准用非诵事件法关于抗告之规定 第十八条 公正人做成之公正书原本 与其附属文件或已认证之文书善本 应本 及依法令应编制之不册 保存于公正处或事务所 不得吸出 但经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依法律调阅或因避免事变而吸出者 不在此线 公正文书依前项规定调阅而吸出者 公正人应至作影本留存 第一项文书 不册之保存及销毁规则 由司法院定之 第十九条 本法规定之各项金额或价额 均以新台币为单位 第二十条 依本法所为罚还处分之一决 得为强制执行名义 第二十一条 公正事件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准用非诵事件法之规定 非诵事件法未规定者 准用民事诉讼法之规定 第二章 公正人 第一节 法院之公正人 第二十二条 法院之公正人 应就具有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所定资格之一者临认之 公正人有二人以上者 以一人为主任公正人 处理并监督公正处之行政事务 法院之公正人 得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或具有第一项资格之司法事务官间充之 第二十三条 公正处置左理员 辅助法院之公正人办理公正事务 应就具有法院书记官任用资格者临认之 前向左理员 得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书记官间充之 第二节 民间之公正人 第二十四条 民间之公正人为司法院依本法临任 从事第二条所定公正事务之人员 第二十五条 民间之公正人 应就已成年之中华民国国民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临认之 一 经民间之公正人考试及格者 二 承认法官 检察官 经权续合格者 三 承认公社辩护人 经权续合格者 五 经高等考试律师考试及格 并执行律师业务三年以上者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不得临任为民间之公正人 一 年满七十岁 二 承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确定 但因过失犯罪者 不在此线 三 赤夺公权 尚未负权 四 承认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 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 五 承依本法免职或受撤职处分 六 承受徒师法锁定除名处分 七 受破产之宣告 尚未复权 八 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 尚未撤销 九 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至不能生任其职务 第二十七条 交通不便地区无民兼职公正人时 得依有关民兼职公正人临任办法之规定 就承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 独立学院法律学系 法律研究所或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外大学法律学系 法律研究所毕业 并任见任司法行政人员 见任书记官办理民刑事记录或委任第五职等公正左礼元四年以上 成绩优良 经审查合格者 临任为后补公正人 后补公正人后补期间三年 其满成绩优良者 得临任为民兼职公正人 后补公正人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准用关于民兼职公正人之规定 第二十八条 民兼职公正人经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之许可 得雇佣助理人 辅助办理公正事务 前项许可 必要时得撤销之 第一项之助理人 其资格 人数 处理事务之范围 及撤销 许可知事由等事项 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九条 民兼职公正人于执行职务前 应经相当其兼职研洗 但具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或第四款之资格者不在此线 民兼职公正人于执行职务期间内 得事业务需要 令其参加演习 第三十条 民兼职公正人之临选 演习即任免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三十一条 民兼职公正人由司法院临认之 并指定其所属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但不得限制其人数 第三十二条 民兼职公正人于任命后 非经践行下列各款事项 不得执行职务 一 向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登陆 二 加入公正人工会 三 参加责任保险并缴纳保险费 四 向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提出职张 刚印之印 刚印之印 见及签名是 第三十三条 民兼职公正人任命后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应与免职 一 受刑事裁判确定 但因过失犯罪者 不在此线 二 受持夺公权之宣告 三 承认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 四 受律师法锁定除名处分 五 受破产之宣告 六 受监护或辅助之宣告 七 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至不能生任其职务 民间职工正人于任命后 发现其在任命前有第二十六条 锁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一应于免职 第三十四条 民间职工正人为依本法规定缴纳强制 则任保险费者 得与免职 第三十五条 民间职工正人年满七十岁者 应与退职 第三十六条 民间职工正人依本法执行公正职务 做成之文书 视为公文书 第三十七条 民间职工正人具有律师资格者 不得执行律师业务 但经临任谨办理文书认证事物者 或因地理环境或特殊需要 经司法 允许可者 不在此线 律师兼任民间职工正人者 就其执行文书认证事物相关之事件 不得再受委任执行律师业务 其同一联合律师事物所知他 律师 亦不得受委任办理相同事件 除本法令有规定外 民间职工正人不得兼任 有心给之公职或业务 亦不得兼营商业或为公司 或以盈利为目的之社团 法人代表人或使用人 但与其职务无碍 经司法允许可者 不在此线 第38条 民间职工正人及其助理人 不得委居兼介绍贷款 或不动产买卖之行为 第39条 民间职工正人因疾病 或其他事故 暂时不能执行职务时 得委请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管辖区域内 之其他民间职工正人 或后补公正人代理之 民间职工正人 依前项规定为请代理时 应及项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臣报 解除代理时 一同 依第一项规定为请代理之 其兼于一个月者 应经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许可 第40条 民间职工正人为依前 调第一项规定为请代理时 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得命管辖区域内 之其他民间职工正人 或后补公正人代理之 前调第一项 前调第一项之民 兼职工正人 得执行职务时 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应解除其代理人 之代理 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不能依第一项规定 指定代理人时 得命法院 职工正人 至该地执行职务 第41条 民间之公正人之代理人 执行前二条 所定代理职务时 应以被代理人 之事物所为事务所 前向代理人 为职务上签名时 应记载 被代理公正人之 执称 姓名 所属法院 事物所所在地 及其为代理之职 第42条 民间之公正人之代理人 应自行承受其执行 代理职务行为之效果 其违反职务上亿物质 他人受损害时 应自负赔偿责任 前向代理人 使用被代理公正人 知事物所 人员或其他设备 应给予相当报偿 其数额有争议者 得申请法院裁定 前向裁定得 为职行名义 第43条 民间之公正人死亡 免职 彻职或因其他事由离职者 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认为必要时 得指派人员将其事物 所知有关文书 物件封存 第44条 民间之公正人死亡时 其继承人 助理人或其他使用人 应于窒息后 时日内承报 该公正人 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第45条 民间之公正人死亡 免职 撤职或因其他事由离职者 在继任人 为就职前 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得指定管辖区域内 其他民间之公正人 兼任其职务 前向兼任职务之民 兼之公正人 得在兼任之区域内 设事务所 第一项 兼任之职务 在继任人就职时 所属之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应解除其兼任 第46条 民间之公正人 免职 撤职 或因其他事由离职时 应与其继任人 或兼任人 办理有关文书 物件之移交 其继任人 或兼任人 应于接收 民间之公正人 因死亡 或其他事由 不能办理 移交者 其继任人 或兼任人 应会同所属之地方 法院 或其分院 指定之人员 接收文书 物件 民间之公正人 民间之公正人之交接规则 由司法院定之 第47条 前条之规定 于兼任人将有官文书 物件移交其他民间之公正人时 准用之 第48条 兼任人于职务上签名时 应记载其为兼任之旨 继任人 依前任人 或兼任人 作成之公正书 而作成正本 善本 赢本 或解本时 应记名其为继任人 第49条 民间之公正人 死亡 免职 撤职 或因其他事由离职 并因名额调整 而无继任人者 司法院得命 将有官文书 物件移交于 同一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管辖区域内 其他民间之公正人 第46条 及前条 第二项之规定 于依前项受命 移交之民 兼职公正人准用之 第50条 第43条 第45条 第46条 第三项 及第48条 第一项之规定 于民兼职公正人 停职时准用之 兼任人 依前项规定 执行职务时 以停职人之事务 所为事务所 第51条 民兼职公正人之监督 由司法院行之 前项监督 得由所属之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为之 前二项之监督 其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52条 依前条规定 行使监督全职机关 得定其检查民兼职公正人 保管之文书 物件 第53条 监督机关 得对民兼职公正人 为下列行为 1. 关于职务上之事项 得发命令 促其注意 2. 队友与其职位 不相称之行为者 加以警告 但警告前 应通知 该公正人 得为申辩 第54条 民间之公正人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应付惩戒 1. 有违反 第1条 第3项 第7条 第1项 第10条 第14条 第15条 第1项 第18条 第1项 第32条 第37条 第38条 第41条 第1项 第46条 第67条 第1项 第69条 第70条 第90条 第1项 第98条 第2项 第101条 第1项 第4项 第108条 之行为者 2. 经监督机关 为第53条 之城处后 仍未改善者 3. 因犯罪行为 经判刑确定者 但因过失犯罪者 不在此线 前项 第三款行为 经依第33条 规定免职者 免付惩戒 民间 民间之公正人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得付惩戒 1. 有违反第71条 至第75条 第80条 之行为者 2. 有其他违反 职务上之 义务或损害 名誉之行为者 第55条 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处分如下 1. 身解 2. 罚还15000元 以上15万元以下 3. 停职 2月以上2年以下 4. 撤职 前项第一款 第二款之处分 得同时为之 第56条 民间之公正人 之承戒 由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为之 第57条 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由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法官 4人及民间之公正人 3人组 之之 主任委员 由委员 互选之 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复审委员会 由最高法院法官 5人及民间之公正人 4人组 之之 主任委员 由委员 互选之 第58条 民间之公正人 应付 承戒 由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 依直权 移送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审议 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任其辖区内 民间之公正人 有应付 承戒 之 事由者 得报 请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 审查 移送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审议 地区公正人 公会 任其会员 有应付 承戒 之 事由者 得经会员 大会 或理事 监视 联席 会 议之 决议 送请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审议 第59条 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受理承戒 案件后 于议决前 应为相当之调查 并与被复承戒 人充分 申辩之机会 亦得通知 前条之 移送机关 或公会 为必要之说明 前项之议决 应作成议决书 第六十条 受承戒 处分人 一第五十八条 第三项 移送承戒 之公正人 公会 对于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之议决 有不服者 得于议决书 送达之一日起 二十日内向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赴审委员会 请求赴审 前条之规定 于前向复审程序准用之 关于停职 撤职之处分 经承戒 副审委员会 一决确定后 受承戒 处分人得 向原承戒 副审委员会 请求再审议 其请求再审议 之事由及程序 准用公务员 承戒法之规定 第六十一条 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承戒 规则 由司法院定之 第六十二条 承戒 处分 确定后 民间之公正人 承戒 委员会 或承戒 副审委员会 应将全卷函 送受 承戒 处分人 所属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 报请司法院 分别命令执行 其呈 借处分 为停职 或撤职者 并应将一决书 刊登公报 第六十三条 民间之公正人 一行事 诉讼程序 被羁押 或一行事 确定判决 受拘役 以上行之宣告 在执行中者 其职务 当然停止 民间之公正人 应受承戒 之事由 情结重大者 司法院得 在承戒 程序 终结前 先行停止 其职务 民间之公正人 依前二项 规定停止 其职务时 准用 第五十条 之规定 第六十四条 依前条 第一项 第二项 停止 职务 职务之民 兼职工正人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 于停止 职务之原因 消灭后 应许其赴职 一 未受免职 撤职 或停止 处分者 二 受拘役 以上行之宣告 经执行完毕 而未受免职 撤职 或停止 处分者 第六十五条 民间之公正人 得请求辞去职务 司法院于其一本法规定移交完毕后 解除其职务 第六十六条 民间之公正人 经 一本法 免职 停职 撤职 停止职务 退职 或辞职 而解除其职务者 自命令送达之一日起 不得继续执行职务 其一 第六十三条 第一项 规定职务 当然停职者 自被羁押 或受刑之 执行时起 不得继续执行职务 第六十七条 民间之公正人 于执行职务期间 应继续参加责任保险 前项保险契约于 每一保险事故之最低保险金额 由司法院士 请示需要 以命令定之 但保险人对同一保险年度内之 最高赔偿金额的限制 在最低保险金额之二倍以下 保险人于第一项之保险契约停止 终止 解除或民间之公正人 持延缴纳保险费 或有其他足以影响 保险契约效力之情形时 应及通知所属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及地区公正人工会 第六十八条 民间之公正人因故意违反职务上之义务 指他人之权利受损害者 负赔偿责任 其因过失者 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项方法受赔偿实为限 负其责任 被害人不能依前项 前条第145条规定或他项方法受赔偿或补偿实 得依国家赔偿法锁定程序 请求国家赔偿 其赔偿义务机关为该民间之公正人 所属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前二项之规定 于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民间之公正人 代理人准用之 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 于前二项情形准用之 民间之公正人之助理人或其他使用人 于办理有关公正事物之行 唯有故意或过失时 民间之公正人应与自己之故意或过失 负同意责任 第六十九条 民间之公正人应按月于四月十日前 将作成之公正书 认证书善本或赢本 依受理时兼之先后顺序会整成册 送所属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被查 第三章 公正 第七十条 公正人不得就违反法令事项及无效之法律行为 作成公正书 第七十一条 公正人于作成公正书时 应探求请求人之真意及四十真相 并向请求人说明其行为之法律上效果 对于请求公正之内容任由不明了 不完足或依当时情形显示公平者 应向请求人发问或小遇 使其序名 补充或修正之 第七十二条 公正人对于请求公正之内容是否符合法令 或对请求人之真意有意义时 应就其一律向请求人说明 如请求人仍坚持该项内容时 公正人应依其请求作成公正书 但应于公正书上记载其说明 及请求人就此所为之表示 第七十三条 公正人作成公正书 应令请求人提出国民身份证 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证明其实系本人 如请求人为外国人者 应令其提出护照 其本国使领馆出具之证明书 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第七十四条 请求人不通中国语言 或为龙 亚人而不能用文字表达意思 公正人作成公正书 应由通译传译之 但经请求人同意 由公正人传译者 不在此线 第七十五条 请求人为盲 请求人为盲者 或不是文字者 公正人作成公正书 应使见证人在场 但经请求人放弃 并记明笔录者 不在此线 无前向情形 而经请求人请求者 亦应使见证人在场 第七十六条 由代理人请求者 除是用前三条之规定外 应提出授权书 事件依法非受特别委任 不得为之者 并需有特别之授权 前向授权书 如为未经认证之私文书者 应依下列方式之 依证明之 一 经有关公务机关证明 二 于境外作成者 经中华民国驻外使领馆 或经外交部授权之 驻外机构 或经其他有权机关授权之团体证明 三 外国人或居住境外之人 作成者 经该国驻中华民国使领馆 或经该国授权之机构 或经该地区有权机关授权之团体证明 授权书 富有请求人之印 见证明书者 与前项证明 有同一效力 第七十七条 就须得第三人允许或同一之法律行为 请求做成公证书 应提出已得允许或同一之证明书 前条第二项 第三项之规定 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七十八条 通议及见证人 应由请求人或其代理人选定之 见证人得兼冲通议 请求人或其代理人未选定通议者 得由公证人选定之 第七十九条 下列各款之人 不得冲本法锁定之见证人 但第七十五条第二项之情形 不在此线 一 未成年人 二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 三 与请求事件有利害关系者 四 与请求事件为代理人或成为代理人者 五 为公证人之配偶 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者 六 公证人之左理员及助理人 前向第四款至第六款规定之人 如今请求人全体同意者 仍得违见证人 第八十条 公证人作成公证书 应记载其所听取之臣 素语所见之状况 及其他实际体验之方法与结果 第八十一条 公证书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 公证书之字号 二 公证之本旨 三 请求人之姓名 姓别 出生地 出生年 月 日 职业 国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 及其字 号 住 居所 违法人或其他团体者 其名称及事务所 四 由代理人请求者 其室友与代理人之姓名 性别 出生地 出生年 月 日 职业 国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 与其字 号 住 居所及其授权书之提出 五 有应竟受强制执行之约定者 其一旨 六 承提出已得第三人允许或同意之证明书者 其是由 及该第三人之姓名 姓别 出生地 出生年 月 日 职业 住 居所 该第三人为法人或其他团体者 其名称及事务所 七 有通义或见证人在场者 其室友及其姓名 性别 出生地 出生年 月 日 职业 住 居所 八 作成之年 月 日 及出所 第八十二条 公正书英文 据简明 字画清晰 其字形应相接续 如有空白 应以墨线填充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为空白 公正之本 只记载年 月 日及其他数目表示同一内容者 其第一次出现时 应以文字大写 作成公正书年 月 日之记载 亦应以文字大写 第八十三条 公正书文字 不得挖补 如有增加 删除或图改 应依下列方法行之 一 删除或图改字句 应留存字迹 彼得辨认 二 公正书末尾或栏外应记名增删字数 由公正人 请求人或其代理人 见证人签名或盖章 违反前项规定所为之更正 不生效力 第八十四条 公正人应将作成之公正书 向在场人朗读 或使其阅览 经请求人或代理人承认无误后 记名其室友 有通议在场时 应使通议将公正书易诉 并记名其室友 为前二项之记载时 公正人及在场人应各自签名 在场人不能签名者 公正人得代书姓名 使本人盖章或按纸印 并记名其室友 由公正人签名 公正书有数页者 公正人 请求人或其代理人 见证人 应于每页其逢处盖章或按纸印 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为连续 但公正书各页能证明 全部连续无误 虽缺一部分人盖章 其公正书仍属有效 第八十五条 公正书内 引用他文书 或与文书 有相同效用之物件 为附件者 公正人 请求人或其代理人 见证人 应于公正书 与该附件之其奉处盖章 或按纸印 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为连续 前三条之规定 于前项附件准用之 第八十六条 依前条规定所为之附件 是为公正书之一部 第八十七条 公正人应将公正书 证明身份 代理人权限 第三人允许或同意之证明书 及其他附属文件 编为卷宗保存之 前项卷宗 应竹叶连续编号 如请求人 请求返还附属文件时 得将其善本或影本替代 原本保存之 第八十八条 公正书之原本全部或一部 灭失时 公正人应征求 以交付之正本 经证明与正本相符之 善本或影本 或向所属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请求调阅公正书 善本或影本 经该院院长认可后 依该正本 善本或影本座 曾经认证之善本 替代原本保存之 前项情形 及认可之年 月 日 应记名于替代 原本之善本 并签名 第八十九条 请求人或其寄受人 或旧公正书 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 得请求阅览公正卷内文书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六条 第七十七条 之规定 于依前项 为请求时准用之 请求人之计 受人及旧公正书 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 请求阅览时 应提出证明文件 第七十六条 第二项 第三项之规定 于前项证明文件准用之 第九十条 公正人应编制公正书 登记部及其他相关之 布册 前项布册及其应 记载之内容 由司法院定之 第九十一条 公正人得依职权或依请求人或其寄受人之请求 交付公正书之正本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六条 第七十七条 第八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 于依前项为请求时准用之 第九十二条 公正书正本应记载下列各款式项 由公正人签名并盖直张或刚印 一 公正书之全文 二 记名为正本字样 三 受交付人之姓名 四 作成之年 月 日及处所 违反前项规定者 无正本之效力 第九十三条 一公正书记载数事件 或数人供一公正书时 得请求公正人结录与自己有关系部分 作成公正书正本 前项正本 应记名细节录正本字样 第九十四条 公正人交付公正书正本时 应于该公正书原本末行之后 记名受交付人之姓名 是由即年 月 日 并签名 第九十五条 请求人或其既受人或旧公正书有法律上厉害关系之人 得请求交付公正书及其附属文件之善本 应本或解本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六条 第七十七条 第八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 于依前项为请求时准用之 第九十六条 公正书及其附属文件之善本 应本或解本 应记载下列各款式项 由公正人签名并盖直章或刚印 一 公正书及其附属文件之全文或一部分 二 记载为善本 应本或解本字样 三 做成之年 月 日及处所 第九十七条 公正书正本或公正书及其附属文件之善本 应本或解本有数页时 公正人应于其逢处盖章 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为连续 第八十二条 第八十三条之规定 于前项文书准用之 第九十八条 公正书主 除请求人外 不得请求阅览或交付正本 善本 应本或解本 但请求人声明愿意公开获于公正书主后死亡者 不在此限 公正人应于做成公正书主之日起十日内制作善本一份 将其密封于封面上记名书主人之人别资料及做成之年 月、日、加盖执张后送交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保存之 于有第一项但书之情形 请求人之计受人或就公正书主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 亦得向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查询有无第一项之书主并请求阅览 前二项之规定 于其他乙主之公 认证 准用之 第九十九条 公正人一票据法做成拒绝证书者 不适用第十八条 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及第八十一条之规定 第四章 认证 第一百条 公正人认证文书 应做成认证书 第一百零一条 公正人认证丝文书 应使当事人当面于丝文书签名 或承认为其签名 并于认证书内记名其事由 认证公文书之原本或正本 应就其成事及意志审认该文书是否真正 认证公文书或思文书之善本或影本 应与经审认为真正之原本 正本对照相符 并于善本或影本内记名其事由 认证文书之翻译本者 除依前三项规定办理外 应审查该翻译语文是否正确 并将原文连缀其后 公文书或思文书有增删 涂改损坏或形式上显有可疑之典者 应记名于认证书内 必要时并得为查证 第102条 公正人认证请求人陈素思权 40支思文书 以该文书细持网境外使用者为限 得命请求人亲自到场并为拒结 请求人陈素思权40支思文书 依法律或基于法律授权定定之命令 得提出于法院或其他机关为一定之证明者 请求人请求认证时 适用前项认证方法之规定 第103条 请求人依前条 规定拒结 应于节文内 记载当据时陈素觉 无虚伪等语 公正人 与请求人拒结前 应告以拒结之意 以急需伪陈素之处罚 第104条 请求认证文书 应提出文书之善本或赢本 第105条 认证书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由公正人及在场人签名 并盖公正人执张或刚印 1. 认证书之字号 2. 依第101条规定为认证之一旨 3. 认证之年 月 日及处所 为第101条 第一项之认证者 其认证书并应记载 第81条第三款 第四款 第六款 及第七款 所定之事项 认证书应连 对于认证之文书 由公正人及在场人 加盖其逢章 或以其他方法 表示其为连续 第106条 公正人得在认证之文书上 以直接注记之方式为认证 记载前条第一项 规定之事项 由其签名并盖直张或刚印 依前项方式为第101条 第一项之认证者 并应依前条第二项之规定 为记载 但请求书或认证之文书 上已有记载者 不在此限 第107条 认证 除本章有规定外 准用前章公正之规定 第五章 公正费用 第108条 公正费用 应依本章之规定 收取之 不得增减其数额 第109条 请求就法律行为 或涉及私权之 40座成功证书者 其费用除本法 另有规定外 按其标的之金额 或价额 依下列标准 收取之 一二十万元以下者 一千元 二 于二十万元至五十万元者 二千元 三 于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者 三千元 四 于一百万元至二百万元者 四千元 五 于二百万元至五百万元者 五千元 六 于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 六千元 七 于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者 其超过一千万元部分 每一千万元加收二千元 不满一千万元者 按一千万元计算 八 于五千万元者 其超过部分 每一千万元加收一千元 不满一千万元者 按一千万元计算 五千万元 以支架额不能算定者 收取费用一千元 第113条 请求旧婚姻 认领 收养或其他非因财产关系之法律行为 或涉及私权之四十 作成公正书者 收取费用一千元 以非财产关系之法律行为 并请求 未财产关系之公正者 其公正费用分别收取之 第114条 请求旧下列各款式 想做成公正书者 收取费用一千元 1.承认 允许或同意 2.契约之解除或终止 3.遗嘱全部或一步之撤回 4.承于同一公正处或公正人 事务所作成公正书之法律行为之 补充或更正 但以不增加标的金额或价额为限 其增加标的金额或价额者 就增加之部分 依第109条之规定收取费用 第115条 请求做成公正书 需时既体验者 依其所需之时间 按一小时加收费用一千元 不满一小时者 按一小时计算 第116条 请求旧股东会或其他集会之决 一座成功证书者 依前条之规定收取费用 第117条 请求旧密封遗嘱完成法定方式者 收取费用一千元 第118条 请求旧法律行为做成公正书 催告书 受领证书或拒绝证书者 收取费用一千元 第119条 请求旧法律行为做成公正书 并载明应净受强制执行者 依第109条 或第112条 锁定之费用额 加收两分之一 第120条 请求旧文书为认证者 依作成公正书 锁定之费用额 减半收取之 第121条 本法未规定公正费用之事项 依其最相类四事项之规定 收取费用 第122条 公正人 因请求人之请求 于夜间 立假日或其他法令 锁定执行职务时 兼外之时兼执行 公 认证职务者 各依本法锁定之费用额 加收两分之一 但加收部分最高 不得超过5000元 第123条 公正人 再请求人并踏前 或其他乡类场所执行 公 认证职务者 加收费用2000元 第124条 公正人 作成之公正书 其章数如超过六章十 超过部分 每一章 加收费用50元 前项之章数 以一行25字 二十行为一章 未满一章者 以一章计算 第125条 公正人 因请求人 之请求以外文 作成公正书 或认证文书之翻 一本者 依本法锁定之费用额 加收两分之一 但加收部分最高 不得超过一万元 第126条 公正人 以着手执行职务后 因请求人 之请求停止 其职务之执行 或因可规则 于请求人 或到厂人 之事由至 不能完成 职务之执行者 依本法 锁定之费用额 收取两分之一 但最高 不得超过5000元 第127条 请求人 或其他 就法律上 有利害 关系之人 请求阅览工 认证卷内文书者 每阅览 一次收取 费用200元 第128条 请求交付工 认证书及其附属 文件之善本 赢本 或结本者 每份收取200元 其章数超过6章时 每一章加收5元 翻译费 每百字 收取费用100元至400元 由公正人 着定之 其着定标准 由司法院 另以命令定之 未满百字者 按百字计算 邮电费 运送费 登载公报新闻纸费 送达公正文件费 法院之公正人 左里员出外执行职务之旅费 民间之公正人 助理人 出外执行职务 及鉴定人 通议之日费 及履费 准用民事诉讼费用 有关之规定 第129条 本章 锁定之收费标准 司法院得案情是需要 以命令减至两分之一 或增至十倍 第6章 公会 第130条 公正人公会 以谋求公正理论 与实物之研究发展 砥砺会员品德 增进共同利益 执行民间之公正人之研习 指导 监督及处理 其他共同有官式 向为宗旨 第131条 公正人公会 违法人 第132条 公正人公会 由民间之公正人 依法组织之 民间之公正人 除职刑律师业务者外 应加入公正人公会 公正人公会 不得拒绝其加入 法院之公正人 及执行律师业务之民 兼之公正人 得加入其所属 法院所在地之地区 公正人公会 为赞助会员 第133条 公正人公会 分为地区公正人公会 及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登陆之民间之公正人 总数满九人者 应于该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所在地组织地区公正人公会 并以该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之管辖区域为组织区域 其未满九人者 应加入临近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管辖区域内 之地区公正人公会 或共同组织之 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 应由各地区公正人公会 三个以上之发起 即全体过半数之同意 于中央政府所在地组织之 地区公正人公会 应加入全国公正人公会 联合会为会员 在同一组织区域内之 同级公会 以一个为限 第134条 公正人公会至理事 监事 由会员大会选举之 其名额如下 1. 地区公正人公会 理事 3人至11人 监事 1人至3人 2. 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 理事 5人至17人 监事 1人至5人 前项理事名额不得超过 全体会员人数 2分之1 监事名额不得超过 理事名额 3分之1 公正人公会得至 后补理事 后补监事 其名额不得超过理事 监事名额 3分之1 理事 监事名额在 三人以上者 得分别互选 常务理事 及常务监事 其名额不得超过 理事或监事 总额之三分之一 并由理事 就常务理事 中选 举一人为理事常 其不设常务理事者 就理事中 互选之 第一项理事 监事任其三年 连选得连任 理事常之连任 以一次为限 第135条 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由各地区公正人公会选派之代表举行代表大会行使会员大会职权其代表之人数一个地区公正人公会会员人数之比例于章程中定之 第136条 地区公正人公会应定立章程 报经所在地高等法院或其分院转送司法院核准后 向所在地设会行政主管机关报备 章程有变根时 一同 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应定立章程 报经司法院核准后 向中央社会行政主管机关报备 章程有变根时 一同 第137条 地区公正人公会章程 应载名下列事项 一 名称及会址 二 所属区域 三 组织 四 会员资格之取得与丧失 五 会员之权利与义务 六 理事 监事之名额 职权 任期 选任及解任 七 会员大会及理事 监事会议之召集程序及决议方法 八 经费及会计 九 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 其他有关会物之必要事项 前 前向章程 并得载名官于公正人互助基金之设置及运用事项 第138条 地区公正仿 地区公正人公会会员会员大会由理事长召集之每年至少召集一次 理事长不为召集时,兼是得召集之。 如有全体会员五分之一以上之请求,表明会议目的及召集理由,请求召集时,理事长应召集之。 理事长受前项之请求后,一个月内不为召集者,得由请求之会员,经法院之许可召集之。 会员大会之召集,除章成令有规定外,应于三十日前对各会员发出通知。 通知内应载明会议目的事项。 第139条,地区公正人公会之主管机关为该公会所在地之社会行政主管机关。 但其目的事页,应受所属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之指导,监督。 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之主管机关为中央社会行政主管机关。 但其目的事页应受司法院之指导,监督。 第140条,地区公正人公会举行会议时,应臣报所在地社会行政主管机关及所属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全国公正人公正人公会联合会举行会议时,应臣报中央社会行政主管机关及司法院。 前二项会议时,应臣报中央社会行政主管机关。 第141条,地区公正人公会应将下列各款事项,臣报所在地之社会行政主管机关及所属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1. 会员名册及会员之入会,退会。 2. 理事,监视选举情形及当选人姓名。 3. 会员大会,理事,监视会议开会之时间,地点及会议情形。 4. 提议,决议事项。 前项陈报,所属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应转送司法院被查。 第142条,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会应定立民间之公正人规范,提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报请司法院被查,其修正一同。 第143条,地区公正人公会会员大会之决议,以会员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人数过半数或较多数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项之决议,应以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1. 张承之定定与变更。 2. 理事,监视及会员代表之罢免。 3. 财产之处分。 4. 其他与会员权利义务有关之重大事项。 第144条,公正人公会之行为或决议违反法令或公正人公会章程者,司法院或社会行政主管机关得分别施以下列之处分。 1. 警告。 2. 撤销其决议。 3. 整理。 前项第一款,第二款之处分,所在地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亦得为之。 第145条,地区公正人公会,应为该地区民兼职公正人办理则任保险,以确保民兼职公正人因执行职务。 1. 第67条规定参加则任保险所不能理赔之损害赔偿。 2. 前项保险契约约于每一保险事故之最低保险金额,由司法院士情势需要,以命令定之。 3. 但保险人对同一保险年度内之最高赔偿金额得限制在最低保险金额之四倍以下。 第146条,第137条,第138条,第141条第一项,第143条之规定,于全国公正人公会联合汇准用之。 第七章,法则。 第147条,冒充公正人或候补公正人而执行其职务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或病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 第148条,民间之公正人或候补公正人而执行其职务者,而将事务所,张正或标示提供与无民间之公正人资格之人使用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或病科新台币15万元以下罚金。 第149条,依第102条规定,就与认证之私文书内容本质有关之重要事项,为虚伪之陈诉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之罚金。 第8章,负责。 第150条,住外领务人员,得依法令授权,于住在地办理公正事务。 前项人员办理公正事务时,除不得做成第13条之公正书外,准用本法之规定。 第一项之授权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一百五十一条,本法施行细则,由司法院定之。 第一百五十二条,本法自公布生效后二年施行。 本法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九条,自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namely 第三十三一 fil之右之后二年十三十七年十一二十三月二十一二二十二二十四十八年十八年十六七五十二十二十三月二十一三年十一 ao四十六万一二十三十二十二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十三十七年十四十五十三年十一号十五十五十七六十一… 感谢观看